字幕提供 今天到的是 潘禄路 和思思路交界 我這裏對著後面那棟樓 就是 廣州市兒童醫院的後面 那棟 這棟黃色的樓 還做了 歷史文物 叫金陵堂 現在做的是 秀區 兒童 活動中心 秀區 這裏有 高架橋 這裏就是 80年代第一個 燈光夜市 當年賣些 很多香港回來的 潮流 牛仔沙丫 牛仔褲 這裏是最早的廣州 更早過西湖露湖的夜市 和高低街 這裏就是 觀錄路 這裏有個 觀錄茶居 新開的 標榜做傳統點心 過去看一看 餐單 這裏有 有燉湯 這個燒味 之前看過他的 一些介紹 軟文 或者廣告文章 做一些傳統的點心 有什麼雜體 哇 這些就是 觀錄路的舊建築 哇 這個陽台是 突出來的 西西哥 圖案很特別 現在入鏡這間 尖飛 應該都是廣州 第一間 西式包點店 當時最有名的 就是那種 奶油 那種 牛油包 本來的舖 大概應該是這個位置 後來就開 已經搬過去 但現在已經沒有做 包 當然是做些 簡餐 糖水煲仔飯 這間廣州人 這間廣州人 第一間 我叫 雞尾包 雞尾包 當你現在給我吃 你會覺得很甜 很多椰蓉 或者牛油 現在真的拿回個名字 但是賣的東西都不同 現在這條路都好幾間歷史建築 已經看到 找到 大家知道 十七夕 一 謝謝 不知道 哪些 體型 這裡有很多舊屋 這裡是廣華道 稍後再進去 先走這條路 這裡有間做客棧 現在已經多了 這些用民國時期的舊屋 來做客棧 去找Airbnb這種模式 好像我們出國旅遊 我們找Airbnb 可能都會住這些 要是你有歷史 你家屋夠夠 可以體驗到你 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如果我即使在國內 上次我去上海 我都會選一間 在武漢路 找一間這些舊屋來住 這個陽台那些花紋 不太特別 這個二樓這裡 這裡的舊 凸出來 其實它不是二樓 一層半層 高了少少 好像沙面那些 有半層的高出來 這裏看上去都很漂亮 這裏看上去都很漂亮 這裏看上去 在外國有些家居 我住過都是差不多 樓梯 木的楼梯 木的窗 木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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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 戶口沒有關閉大門 這一層 中間有個大天井 這條柱也好 要打燈 不夠光 不夠光 不好意思,這麼大聲 走 這裡有鐵閘 上面還有一層 因為豬 現在出發下來 看看對面 這個陽台的下面很特別 有個弧形的位置 它不是直的 它就是這樣 樓上都沒有 樓上樓下 樓上樓下 樓上樓下沒有陽台 在這裡做客棧 我希望它 裡面都 至少不要改得太緊要 因為現在 定了是歷史建築 又不能輕易改 它的結構 外面更加 這個晚紅分街 老城區 那些老城區 還有很多 賣罐裝煤氣 因為很多 還沒有 裝不到 管道煤氣 因為那些屋 還有一些 舊區 街巷 沒有辦法 我們還要用這些 平裝 不知道現在 多少錢 相對於 比管道 是貴一點 我們 是80年代 的時候 我也曾經 踩一輛單車 從這裡 踩到 五陽新城 去換氣 幸好 男生 可以做這個 叫個女生 不行 如果家裡 是女生 只有爸爸做這件事 好 這裡 我要出海豬中 我慢慢 進一進去 這兩條街 看看 看一看 今天 今天的戲價 每天不同 116元 都要翻身 什麼 都要翻身 除了外牆 兩邊的牆 都要翻身 很多年沒有進來 雖然我現在住在對面 剛才 等於我剛才 進去的那間屋 剛才 在外國 都住過 差不多 其實都不會 差很遠 因為 屋裡 那些設施 齊不齊備 可能要整理 整理 如果去 那樣 用來做民宿 是幾合適 這裏 進來還有兩條橫巷 這裏是民國時期的 屋 羊 這個楊台 這個邊角 那裏是弧形的 它又不是全部直角 九十度 所以 看細節的東西 都有點不同 這裏是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 大概是哪一年建的 不過 它具體都沒有辦法 都是民國時期 這裏是七十年代的產物 這裏是七十年代的產物 有一部內建築 這些去水渠也换過了 這是電線 這裏可能是電器官 這些 這條巷子進來 保留得不錯 全部都是這些建築 兩種不同年代的門牌 下面是新的 上面是舊的 這裏破爬 破騰 已經慢了 爬到上屋頂了 跟這裏破爬 有些腸 可以直接油 我不知道以前是紅磚還是青磚 我以前有個同學的姑媽住在這裏 我要問一下她 下面一般都是做倉庫 還有手推車 觀錄新街 中間可以從來 轉身 進入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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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去水渠是舊式的那種 下面二樓下以下都油過 上面都沒有油,很明顯看到分界 這條槍好像玻璃爛 槍框還是原來的 這條槍框已經改了不修框框 舊東西幹什麼呢 之前上面有個有個像 是不是掉了 這個都算搭配 起碼給那些北手鋼門好很多 搭配這間屋 好,現在出回來這裡 繼續走,旁邊還有一條蛤 有機會我都去找一晚來 去住一下這些 舊屋去找一間西關那些特別 這個就是那個騎樓底是弧形的 我現在看到下面 這邊是一些石的 原石的,你看看 花崗石做牆 花崗石做牆 我也試過在外國的住 D&B 可能五樓的,去到五樓沒有升降機 真的很痛苦 托著行李箱 最痛苦就是這樣 不過你說你這間屋 很特別 很舊的建築 很有文化 很像鬼魂 那我忍一忍你 我捱一捱 搬上搬下角一次 我試過有一次在巴塞羅拿住的 有個升降機很小 我們兩個升降機 兩個大升降機 加兩個人 都已經很穩 好像我不知道 我記不記得兩個人 能不能進去 那有些好的 那些屋主 他又會下來幫你搬 那有些他 他本身不在 他可能用電子密碼鎖 那他又不會回來招呼你 那些辣 全部都是這種 一種 一種風格 可能都是木門為主 這邊這些 就不是用堂籠 這都比較歐式 下面都是沒有門的 這間有些鐵門 這間有些鐵門 有換過 這門是三層 震馬 不獸鋼 扶手 太! 這門是扶手 回到觀錄路 今天我們觀錄路的這一段 很慢 我們看得很細 到這裏了,好,拜拜